嗨,朋友们,你们好吗? 欢迎来到蝦吃,我是豆豆爸 今天呢,我们要蝦吃点什么呢? 那就开门见山的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我们要吃牛渣糖 那我们就有请就有请 我们请牛沙 那我们请牛渣糖出炒 OK,牛渣糖已经出炒了 现在我就要告诉你 为什么今天我要试吃牛渣糖 咚咚,抓个B 快到送难节,那雷物比较多 最常见的就是巧克力糖果 糖果甜蜜蜜,让我喜欢洗 谢谢屏幕前的你,给我点赞三点击 收,收,收 OK,那我们废话 很多说就要尝试一下今天的牛渣糖 那这两款牛渣糖是法国本土的 这款是亚洲玄粉 是我在这边的亚洲床 那开封吧 OK,这一块儿 OK,这一块儿 我们今天是要蒙眼吃 但是我老婆不在 所以今天我们就争着眼吃 好了 这两块儿本土选手 能否打败这个外海选手 那我们拭目以待 那从外观看吧 这一块儿 这一块牛渣糖相对来说比较白一些 不是,白一些 然后这块儿 然后这块儿 这个品牌的牛渣糖呢 就是黄一些 好,这块儿就比较黄一些 然后但是它的坚果比较多一些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亚洲选手 亚洲选手呢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 这个,这个,这个 让我们现在试试一块儿 这个,这个 哇,这个香香甜甜的 非常好吃 就是达到的一个平衡的感觉 跟我们国内吃的牛渣糖 还有点不一样 就是它的坚果很香 那里面有很多坚果 而且它的坚果非常好吃 一咬下去就是那种浓浓的坚果味 而且它的甜味可别大 比我想象中的好多 所以这块儿还是不错的 大概我给它一个8分 8分啊 就是这个 看这一块儿的它的 它的这个质感呢 和其他的质感就是稍微有点不一样 摸起来就会更硬一些 然后它的坚果非常多 尝一尝啊 这个也很好吃 不比我想象中的好吃 我想象中的样子是又硬又甜 但是这个比我想象中的好的 比我的多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这块儿 这块儿会比这款的甜一点 如果喜欢吃甜的话 可以选择这块 如果喜欢吃不甜的 稍微会平衡一点的话 就会吃这块 那这两块门头选手比较出来之后 也接着吃 又是面子比较好吃 下面来吃是我们亚洲选手啊 亚洲选手 就是奶做的特别香 特别香 它的建国也是非常浓郁 有一点点酥酥的感觉 这两款呢就是比较软糯的感觉 但是这三款在一起超出的预期 我的预期是以为这三款糖都会粘牙 但是完全没有粘牙 亚洲的这个奶味超小 是我喜欢的这些 主要奶味重的 我都非常喜欢 平衡前的你们我喜欢奶油块 如果你们有机会来法国 或者是国内有卖这些 外来进口的一些牛炸糖 建议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不要吃多了 因为国外的这个糖 确实美国内这个糖 比较甜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三点击 OK 拜拜 分享 点赞 咯